塑化剂跟乳癌之间的关联有了最新的研究报告 中研院副院长陈建仁证实 国内乳癌患者增加跟年轻化的趋势都跟塑化剂有关 研究还发现妇女塑化剂摄取量偏高 罹患乳癌的风险将增加1.9倍 如果暴露量高而且代谢力又不好的人 乳癌风险更是高出3.4倍 国内在三年前爆发食品添加物塑化剂 当年引起民众食安恐慌 长期从事塑化剂研究的中研院副院长陈建仁上午指出 研究发现乳癌人数持续增加并有年轻化趋势 这些都与塑化剂的曝露量也就是跟平常的摄取量有关 塑化剂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怀性恶果 它干扰了恶果人体的恶果的平衡状态 而导致了可能已经转型细胞的增生 陈建仁表示近期采用上万名女性尿液样本 追踪后发现其中128名乳癌患者 以及251名对照组 发现当妇女塑化剂摄取量偏高 罹患乳癌的风险将增加1.9倍 如果暴露量高而且代谢又不好的人 乳癌风险更高出3.4倍 而这也是全球第一份证实塑化剂与乳癌关联性的报告 根据卫福部统计 2011年乳癌新增人口首次突破1万人 比2010年增加4% 同时跟发现50岁以前的早发现 乳癌与欧美不相上下 不过陈建仁也表示 乳癌发生还有多重因子 除了塑化剂外 其他还包括动物性脂肪摄取过多 怀孕或哺乳的时间晚 以及出经年龄早 记者陈小青 谢启文 台北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栏赁